香港普通家庭去进口超市采购生活用品要花多少钱 今天是两个哥哥学校的教室发展日 所谓的教室发展日应该就是老师出去培训的日子 孩子们不用上学又赚了一天假期 九点半弟弟睡醒了 我给他们煮个面吃 哥哥起来说家里怎么没零食了 我准备带他们两个去那个日本超市Donkey买点零食 收拾一下就出发了 超市就在团门过去也挺方便的 虽然已经是秋天 但是香港的太阳还是很猛的 今天他们两个都忘记带巴达通了 只能买票 这个超市在香港还是挺火的 主打一个五颜六色卡哇伊 多少钱还是15块钱单包 15块钱一包 哦行 这是薯片有什么特别吗 紫菜味的然后这是薯条来的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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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那么多包 一包9块9哎 挺便宜的 吃的那个味道 这16块钱两包 对啊 也是巧克力的 你喜欢吃这个是吧 对 好 果汁软糖来三包 小丸子棉花糖来一包 迪士尼软糖来一包 网上风很大的绿茶巧克力来一包 这个是吧 紫菜味的那个 好那你拿呀 四十七块 来一包就吃了 哦好吧 它最慢了 平时哥哥比弟弟爱吃零食 所以今天基本上都是哥哥在选 弟弟主打一个清心寡欲 问他就是啥也不要 这是什么老二 可以啊 终于整到了 小熊饼干 我们找到的 这里 不咱们 哦 真的耶 这个终于找到了 特别好吃 什么东西特别好吃 哦 北海盗一丁 有口水了 这个猪扒肥牛饭确实很有食欲 但是超市没有地方吃呀 买回家的话又担心汤汁流出来 所以最后哥哥还是放弃了 这个青蹄蛋糕来一个 这个蹲蛋年轮蛋糕看上去也不错 马薯波波球来一包 这个烤红薯也是在网上停火的 我也来一个 今天没有给妹妹买东西 最后就给她买了双袜子 今天消费717块 大家说这里性价比是不是还可以 刚好一车 选一个餐厅 这个这是什么菜 好 宝宰饭 这也应该是吃新马太那边的菜 哥哥一坐下来就开始试吃蛋糕了 我来试一下这个烤红薯 30块钱有一个这么大 在香港来讲价格也不算贵 妈呀太好吃了 超级的软糯香甜 我酷酷就炫完了一整个 这个绝对可以列入东西的并买清单了 老二的海南鸡饭也来了 这一份是86块 最后是这个网上封最大的布朗尼蛋糕 也许是我不懂得欣赏吧 感觉这个蛋糕真的比一般般还要一般般 属于我不会再回购系列 哥哥点的鱼到了 98一整条鱼 加一碗米饭和一杯饮料 这个鱼今天也是个意外的收获 我没想到它是如此的好吃 它吃起来像烤鱼 但是没有烤鱼那么油腻和重口味 酸辣的口感特别的开胃 用这个汤汁拌饭就更绝了 今天的烤红薯加烤鱼 直接将我的幸福指数拉到了最满 咚咚咚咚 咚咚咚 哇 喜欢吗 我喜欢的 爱你爱你 哇哇哇 我爱你爱你 今天是Hello Kitty day 哇水杯也是Hello Kitty 今天是个Hello Kitty宝宝耶